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的YouTube Channel 英国生活英语讲正点 我是Aman, 今次有一个Q&A Session 我收到网友的问题 我抽了这四个问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希望可以帮助到 将会来英国的或者是 开始在英国生活的朋友 首先跟大家声明 以下这个视频的个人意见 始终都是我自己个人的Personal Opinion OK 不同人有不同的生活 和资讯的收集 和不同人的体验 所有我以下再正中声明一句 所发表的意见 全部是私人的 如果需要专业的意见 可以找专业人士 首先, 讲一讲我自己 我在英国生活了41年 在英国受教育 英国长大 拥有学士、碩士、英国学位 是一个注册的英语教师 也是一个投资者 在英国差不多东南西北都住过了 希望能够和我自己个人的41年的英国经验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OK 我们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like、subscribe和comment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传email给我 我尽量可以为大家去解答 OK 第一个 有一个听众的问题 就是说 他本人 或者是本家庭 他有一子一女 他们就选择了两个 不可以说地区 两个的 areas 第一个就是 Wales 威尔斯的中文 第二个就是 Scotland 蘇格兰 这位听众 他就问 Wales 好啊 还是Scotland 好呢 那 和大家一提 要讲清楚 如果他有一子一女的话 正常就应该是为子女的前途 将来的 应该 我 assume 他就是会 看一个教育制度 如果是教育制度的话 那 我就认为 在英国的教育制度 有可能 和 蘇格兰 和威尔斯 都差不多 有好的中学 亦都有好的大学 England Wales 和Scotland 都有的 好 OK 我自己个人 都很熟悉大学的 资料 如果是想问我的话 如果呢 在 住 Wales 和Scotland 去做教育的话 那我认为 应该 比较上 就是 Wales 好些 如果你不选在英国 的话 OK 最重要记住 英国 英国 可以选成 威尔斯 原因 其实很简单 因为 其实 关于口音问题 如果只想选择这两个地方, Wales和Scotland, Wales的语言肯定是比苏格兰的语言好。 语言对于英国将来的生活很重要, 很多英国人不会说出口, 比较不太喜欢Scotland的语言, 即是听到又觉得很冷耳, 或者听不到他说话, 口音很香, 外国人就不会说出口, 但我一定要诚实说话, 不需要隐蔽。 如果想着将来的子女在苏格兰做事, 长大, 落地生根, 当然没所谓。 如果想离开Scotland, 去南部或者中部去做事的话, 应该都会有少少问题。 其实这些不是种族的歧视问题, 口音有少少歧视的问题。 我们也认识了很多Scotland的朋友, 很多时候我们是本地人, 都听到他们说英语, 但我们不会整天问他, 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如果你想找东西去做的话, 应该有某段的程度, 就比较上, 比较上, 比较上, OK, 即是如果个人的 位置是一样的话, 如果只是口音对口音的话, 苏格兰的口音就肯定吃底, 说得很白领, OK, Wales, Welsh那些人的Action, 就听起来很容易的, 很舒服的, 都很容易听一下, 纯粹口音来说, 如果你在苏格兰住的话, 大家要留意一下, OK, 除了说口音的话, 在哪里落地生根的话, 最重要的其他, 第二个问题就是天气, 苏格兰肯定会冷的, 就会每年都冷, 冬天, 整天都冷, 肯定会落雪的, 如果你不怕冷的话, 就没问题的, 我自己个人在苏格兰都住过, 我曾经上苏格兰去读我的MASTER, 我自己个人都顶不顶不顶, 我都要cancel了, 回到Manchester, 去读我的MASTER, 这是个人的意见, 所以说, 对于香港人来说, 苏格兰是很难生存到的, 天气, 因为太过极端了, OK, 在Wales, 天气就跟英国, 英国就差不多, 都比较舒服, 在西边, 海岸区就应该不会太过冷, 因为近海, OK, Wales, 环境是很漂亮的, Wales和Scotland, 两个都是很多交野, 很绿的, OK, OK, Alright, 那, 除了考虑的accent, 环境和天气的话, 工作就业了, 可以, 那位, 那位, 人心发问这个问题的人, 就想一下, 做事容易吗? 最重要是, 要找到工作做, 在那地方落脚, 通常, 在Scotland, 除了做油, 做banking, 都没有什么, 其他大的企业, OK, 其他零售业, 全英国都是这样的, OK, 又好又不好, Wales, 其实也都是, 没什么大的企业工业, 很多做炕, 做煤, 都有一点低落, 其实, 比较常来说, 两个都差不多是平头的, 在Scotland和Wales, 工作就业环境, 好, 如果你不选英国, 英国, 英国的话, 其实都, 有少少的, 吃底, 因为英国呢, 包括有manchester, berman, 勇敦, 和, 包括康和, 多大很多的地方, 那, 球迹的, 比较上, 应该会好一点的, 我答不到这位听众的问题, 好不好, 就视乎上, 你自己个人, 你会怎样想法, 哪一样重要一点, 天气重要一点, 子女将来前途更重要一点, 即是你的就业, 自己衡量一下, OK, 但是, 最重要其实, 英文的accent, 在蘇格兰, 比较上, 吃底很多的, 相对来说, 外尔兰呢, Irish accent, 比较上来说, 比较上来说, 是吃底很多的, alright, 是, 只是, 威尔斯呢, 可以很多人喜欢听, 英国人, 有很多, 英国 accent, 有很多, 都比较喜欢听的, OK, Manchester, 那些 accent, 也是比较, OK的, alright, 这就是概括来说, 好了,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问题呢, 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位听众, 好吗, 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 咦, 有个听众就问, 我的英文, 一般的, 你认为可以, 在英国生存到吗, 好, 英文, 一般的, 可不可以在英国生存到, 其实呢, 可不可以生存到, 其实这个是一个定义呢, 我不知, 生存到的意思,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如果我个人来说, 生存的话, 即是说, 有少少被逼, 有少少被人按住, 有少少被人按住, 即是无可奈何, 如果这个定义是这样的话, 即是未必是很开心的话, 其实在英国肯定生存到, 英文一般的, 因为很多, 在唐人街的人, 绝大部分, 例如, 上一辈的人, 绝大部分, 都是英文很一般的, 而且有很多, 不懂得说英文的, 不懂得听的, 他们几十年都是这样的, 不要说只是英国, 全世界, 在美国, 澳洲, 加拿大, 总之有中国人的地方, 很绝大部分的, 上一代的老人家, 通常他们的英文很一般的, 通常来说, 不是全部概括的, 有些很厉害的, 但是, 大部分来说, 他们都是一般的, OK, 如果想生存到的话, 那当然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 如果想在英国生存到, 其实都只是想生存到, 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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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屈的, 其实, 不好, 应该只想不想生存, 生不生存到, 应该想着, 咦, 其实呢, 要想, 由衣食住行, 这四方面来看, 你个, 如果英文在衣食住行, 你都发挥不到, 听不到, 说不到的话, 其实都很大问题出现, 我想, 很多我帮过的, 香港来的朋友, 他们都会贊成我说的, 衣食住行, 例如说, 你买衣服, 不懂买, 不懂说, 不懂跟别人去换, 或者不懂投诉的话, 那就很大问题了, 他就买衣服, 买车, 买楼, 不懂跟别人去说, 溝通, 或者投诉的话, OK, 吃了, 不懂煮, 或者不懂去买材料, 不懂什么材料, 不懂怎样叫的话, 或者不懂投诉的话, 也都是一个问题, 吃了, 也都是, 不懂在哪个地方住, 不懂如何问人, 不懂如何跟街坊聊天的话, 不懂如何跟街坊聊天的话, 不懂如何跟 council表达, 或者投诉, 或者申请的话, 也都是大问题, 医食住行, 买车, 买车, 行路, 去的地方, 问, 答的东西, 问题的话, 都不懂的话, 那就是医食住行都不行, 因为全部都可以用英文的, 如果你英文, 好老实说, 不行的话, 表达不到, 或者有人猜的话, 其实是相当大问题, 就是, 憑心, 疑论, OK, 好多人都会感受到的, 好多香港人过来英国, 都是一个, 语言的问题, 因为他们不懂得说, 不懂得听, 再加上, 他们听不到英国人不同国家种族的, 口音的话, 就加上, 难上加难, 心照, OK, 那怎么办呢, 大家可能会问, 英文不行, 那怎么办呢, 其实英文, 就不会说, 一按按键, 就转了, 不定, 立即行, 英文要存回来的, 如果, 你自己不去, 听, 或者是看电视, 或者是听收音机, 或者是看书的话, 即是不去从一个研究的角度, 和学知识的角度的话, 你根本没有可能英文会进步的, OK, 你只听到网红, 譬如说, KOL, 那些人, 讲那些YouTube videos的话, 其实呢, 构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Right, 当然, 资讯是很重要的, OK, 但你只听到中文版的资讯的话, 你根本学不到英文的, 即是, 你一转了, 鬼佬英文台出街的话, 你就会厉害厉害的, Alright, 这个, 我其实很老实, 那和大家一起讲吧, Alright, 如果你英文不行的话, 你的医食住行, 就会构成很大的问题, Alright, 如果你自己不拋身出去, 听, 和说的话, 或者需要真的有人教你的话, 你, 你, 在英国, 会觉得, 比较上没有那么开心的, Alright, 就是, 样都好像疾住那样, 我们很多时候, 就利用这一个, 英文的句语, 我们叫做, Fish out of water, Fish out of water, He feels like, Fish out of water, 即是, 无论, 那个人, 怎样聪明都好, 如果他不懂得说, 不懂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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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样聪明都没用, 因为, 别人都不知道你是什么, 什么水, 对不对, 就好像一条鱼, 一离开水面的话, 就游不了水, 就算你怎样天才都没用, Alright, 最紧要, 最紧要, 可以的话, 不要只听网红, 那些KOL, 是吧, 只是说话, 其实, 很多时候, KOL, 都, 真与假, 的程度, 大家有可能都未知, 因为, 很老实说, 绝大部分, KOL, 新到部, 在英国的人士, 绝大部分, 他们自己的语言都有问题, 再加上, 他们新到部, 你想想, 他们对英国的讯息和知识, 他们会懂得多少, 因为他们自己都有问题, 大家要小心一点, OK, 積極去面对, 英文可以改善的, 但是, 不可以, 一朝一夕, 除非, 有人教你, OK, 正常来说, 好像我以前教的学生, 五年左右, 你就可以, 会将个人, 听说, 寻读, 都会变得, 会很暢顺的, OK, 希望, 可以解答到这个问题, 英文文化的, 不要紧要, 最紧要, 有心去学, 不要只听, 中文版的, 听听英文版都可以, 试试, 慢慢来的, OK, 没人一招就可以成功的, OK, 希望下一个, 问题就是, 你可不可行, 在英国做饮食业, 这个呢, 其实呢, 我, 之前已经做了一个YouTube video, 是, 讲做什么行业好, 什么行业不好, 那么, 这个呢, 很直接, 赞不赞成, 在英国做饮食业, 我呢, 几年之后呢, 就讲这件事, 也是, 同样的, 是100%不赞成, 可以帮大家, 在英国做饮食业, 是相当之难, 相当之困难, 相当之困难, 还有呢, 会受到很多的影响, 很多外来的因素, 影响的, 我自己, 我两个Degree, 都是关于Business的,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我就说, 做生意, 飲食业, 肯定是不行的, 这几段, 很多人过来两三年, 自己开, 开餐厅, 茶餐厅, 什么刀仔面, 车仔面, 什么牛筋, 牛腩, 那些, 不是全部不行, 希望大家生意兴隆, 这些最重要, 但是呢, 其实想到想到, 因为英国的地理环境, 和那些人出街, 饮食, 和食中餐的文化, 已经是向下坡的了, 那么, 如果你自己, 个人不是真的煮食能手的话, 即是过来试试一下的话, 就叫你, 可以省回钱就行了, 你没有什么技术, 你没有这样的, 投资, 生活, 英语, 各方面, 的, 长处的话, 譬如说, 你如果语言上不行, 你怎样可以解释到, 你那些, 送菜, 怎样可以解释到, 什么叫牛筋, 牛筋腩, 什么叫油炸鬼, 你解释不到的话, 你根本也说服不到, 那些外国人士, 去上司, OK, 跟着再加上, 如果你不熟英国的制度, 和饮食的环境, 和材料的话, 怎么去, 其实做饮食, 不是只是说吃, 是说煮的, 还有很多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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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熟悉, 比如说做帐户, 报税, 怎样跟council去, 去拿牌, 怎样去, 搞VAT, 怎样去, 搞, 梳醒, 那些, 很多这些问题, 你根本如果是隔山打牛, 你都在一个新环境的话, 你根本已经是, 差很远了, OK, 所以, 如果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责不责, 只应该做饮食, 我是100% 告诉你, 是NO的, 希望我是说错, 证明到, 我说错, 希望大家生意兴隆, 最重要的, OK, 下一个了, 下一个之前, 可以的话,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就, send e-mail 我, 或者是, 可以like, subscribe, 和comment, 希望帮到大家, 多少就多少, 最后一个问题, 听见很多网友, 他说, 很难融入英国人的社会, 究竟是为什么呢?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不好处, 很难融入英国社会的话, 其实呢, 怎么融入英国社会, 或者怎么融入本地人的社会呢? 我说英国社会, 最重要的是, 同声同气, 如果你, 说到最后, 你的语言得的话, 你怎么能够和本地人, 有同声同气呢? 因为你都说不到, 而且你都听不到他们说话的话, 你怎么同声同气呢? 因为最简单, 回回头, 始终都是语言问题, 如果你说不到的话, 不好意思, 我们是狗, 说不到, 听不到的话, 你根本都不知道别人说什么, 你都不知道市面, 你不知道时势, 人家的文化, 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喜欢, 什么时候不喜欢的话, 或者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话, 你怎么可以融入呢? 对吧? 相对来说, 好像我们以前的收音机那样, 要扭的, 扭台, 转台, 你扭不正的台的话, 那就啥啥声咯, 啥啥声就是你根本和别人的格格, 不入, 最终, 其实始终都是语言问题的, 你表达不到的话, 或者你听不到别人想说什么的话, 有很大的难度, 为什么这么难融入社会呢? 我认为始终是语言问题的, 那怎么解决呢? 解决就是, 多些, 给时间, 去, 识语言, 改善的语言, 识论英文, 改善英文, 改善英文, 那怎么改善呢? 大家有很多方法, 听别人说多些, 看多些, 或者问别人的, 或者上课, 有人教你, 就最好, 对吧? 没什么是 impossible的, 有恒心就可以了, 做事, 有恒心, 最后的语言, 英语的语言就是,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有知者是警成, 到最后的话, 想和大家说一说, 如果你的语言是没有问题的话, 你根本行道可以打横行, 都可以在英国, 四通八达, 因为你想, 喜欢的东西又说, 不喜欢的东西, 都可以说, 听别人说的东西, 别人好东西又要听, 不好东西也要听, 语言是一个障碍来的, 如果你将这个障碍, 好像一个网, 拆开了的话, 你根本全英国, 可以东南西北都去到, 你的事业, 前途, 或者生活的话, 就肯定没有人会为难到你的, 正常来说, OK, 大家最重要, 注意到这一点, 想融入社会, 一定很重要的, 好, 希望, 希望以上, 我们跟大家解释到, 这么多的问题, 到最后, 跟大家再说一句, 以上就是个人意见, 信不信呢? 或者是, 帮不帮到你呢? 就自己可以判断了, 希望大家可以在英国生活愉快, 将来英国做好准备先, Alright, 到最后, like, subscribe, 和comment, 可以按一下, 有什么新视频, 就和大家一起分享, OK, 今个Q&A section, 可能会长一点, 但我希望, 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想说的是什么, 希望帮助到, 所有, 到处, 或者将会到处的香港人, 有一个心理准备, OK, We'll speak to you, 下次再见, Bye!